有關假訊息的部分 我來做一個說明 基本上不管是去年 東巴東四期間 中共的一個軍演 到這次的軍演 他並用他的訊息 跟結合他的軍事行動 意圖來影響我們的明星士氣 這都是他的一個必然的一個趨勢 而且在兩次的操演當中 我們也都看到非常明顯的一個狀況 那麼比較於去年的整個操演 我們看得到中共在這一次 在整個的假訊息 或者是認知作戰的操作方式上 不但是更精緻 而且他的手法上 也一改以往 像上一次他P圖被抓包的這個狀況 他這次已經不再用這種方式了 而是以類似看起來 似乎在現場報導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訊息的傳遞 那麼同時在他的人員編組上 他以東部戰區所謂融媒體中心的方式 把人員做了一個統合的編組 可見他在整個的作業機制上 也有很大的調整跟進步 這些種種的做法都代表說 我們所面臨的認知戰的威脅跟挑戰都更巨大 我們對於錯假訊息也好 對於認知戰的應對也好 國防部也在整個國安團隊的指導之下 我們以打贏先制的這樣的一個理念 去做了先期的整備 除了每天所公布的 即時的基建動態以外 在這次的操演期間 我們幾乎概略大概在兩到三個小時左右的間隔 我們就會再公布一次 整個的這個基建動態 我們也派遣我們不管是軍文社 青年日報還有其他的軍媒單位的新聞官 深入到部隊的第一線去做真正的去採訪 把我們的官兵去衛國的一個真實的狀況呈現出來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在反制他的認知作戰 或者是虛假訊息的攻擊上 我們採取的一個努力 那麼不會有最好 但是我們期待有更好 所以我們會持續的不斷去努力去進步 接續有我向各位說明 有關因應中共聯合利劍演習 國慶的運處概況 在這邊我要區分三個部分 向各位做個說明 第一個部分是成立應變指揮中心 國軍從3月28日下午5點開始 也就是專機出訪的前一天 國防部以及各作戰區 空作部、艦指部 結合戰勤的機制 同步成立應變指揮中心 嚴密監控海空的動態 以及指揮戰備部隊的應變之邊 第二個部分是提升應變的等級 結合本次共軍的軍援 國軍自3月8日的動發動動開始 三軍部隊提升為加強戒備 政府主官不可以同時離開營區 最後一個就是有關這一次演習 國軍應處的戰備作為 國軍預計守中線、守領海、守主權的指導原則 按突發狀況處置規定 減派適當的海空兵力 以及陸機、防空、自海飛彈的部隊 在海巡艦艇全力的協防之下 來應處進入我應變區的中共基建 請用電時間 作詔mal 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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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